爱加密学加密就看加密新团 上班摸鱼就看加密新团的直播 各位YouTube网友加密新团的社区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直播 今天的以太坊 明显是要向上出播 占到了1600刀 那这一次到底会不会到2000刀呢 还是说只是反弹一下 狗狗币过去7天表现也相当不错 马斯克收购Twitter这一次呢 这个叙事的话 很多人错过了 一个项目就是那个Mask 我也错过了 它是在Twitter上的一个插件 它得到这个令好的印象 24小时拉了70%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这个项目 我也忽略了 那今天主要是聊一下这个行情的这个启动 明显有个转向了 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会怎么走 然后一样我们先进入第一环节 给追求高效资讯的朋友 提供一些核心数据和资讯的推送 帮助你们快速获取资讯 第四来五直播间的朋友 还没有订阅加密新团呢 麻烦订阅一下加密新团 喜欢内容点个赞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核心数据 那今天的整个市值数据的话 有明显的变化 明显是往上向上突破了 我们一眼看一下热力图 今天整理行情非常不错 以太坊连续1500刀以上 现在刷一下1600刀 现在是1625 然后比特币是90781 看能不能今天24小时之内到2100 过去24小时呢 市值增长了4.28% 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资金进流入的状态 加密货币的市场的总市值来到100002亿 那正式占到了100001美元 这个大关又回到这个关键的位置 过去24小时交易量是在859亿美金 增加了0.52% 稳定币的交易占比是90.54% 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应该市场情绪是更加贪婪的 因为比特币的市值占比下降了0.49% 现在是39.7%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信号 市场变得更加贪婪 今天的贪婪恐怕指数也明显比昨天有所上升 昨天30今天到30 那很快就接近到一个中性 今天是有点恐惧 但是不是不要慌富贵险中求的这样一个情绪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过去24小时市值排名前100的项目涨跌幅的情况 第一名的是这个Dogecoin 目前来到10美分的这个价格 应该是过去5个月的一个新高 很多人也在炒这论的叙事 我对这个逆度的反弹的逆度稍稍低估了一点 然后我知道会有波行情 然后我知道这狗币的市场会炒 我低估了它这个逆度 我之前的预期的话可能是30% 40% 没想到7天的涨幅80%多 但是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就是大资金的可以搞一搞 小资金的话短期的你炒 如果你踩得准的话不是不可以 但是不适合小资金说我等一等 等下轮流失爆发给我多少倍 因为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市值排名率9位 130多亿美金市值的一个项目 那很难想象说它翻10倍20倍 对吧 至少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做隐私链 这个Mina之前融资了2500美金的 过去24小时涨了18% 那么西巴社区的也跟着热闹了起来 那很久没有看到Mimicoin发生这样的反应了 24小时涨15% Ens9% Apecoin表面不错 其他的一些 这些主流的allcoin都有不错的表现 那今天整体看下来 毋庸置疑 现在整个市值排名前100的项目 除了50币还有之前一些拉的太多的 有些回调以外 99%的项目肯定是都是在一个 有着非常不错的涨幅的一个状态 那个DeFi Lama数据方面 全网的锁仓量今天肯定是有明显的增长 增长了2.36% 这个涨幅资金的进流是比较增长比较明显的 那排名前五的这些DeFi的平台呢 它的锁仓量有明显的增长 包括Lidu增长了8.53% 看这次能不能突破一个阻力的位置 能够冲这次的话 如果冲上去了 可能就是奔着两刀以上往上走了 毕竟以太坊合并之后的叙事 合并之后的WINI才真正的刚刚显现出来 OK以上是那个数据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些资讯 资讯也是跟数据有关 一个是今天的核心数据 那以太坊的主力资金的近4小时 这个是一小时前的快讯 净流入2亿美元 那可以说这次的上涨主要是以太坊 以太坊的这个合并之后的叙事 然后这个整个环境变化 那么明显是资金是冲着以太坊去的 也是以太坊带动的行情 这是一则这个资讯 再就是一些巨金的一些 可能有些大家要注意的 4亿的4亿美Doge转到Binance 那一般从冷钱包转到交易所 明显是在10美分这个位置的话 肯定是有个杂盘的 会有比较大的力度 因为Dogecoin已经涨了很多了 然后10美分这个位置 再往上走的话 肯定会有很大的抛压 会有一些获利的 一些大的装甲 或者一些大的巨金 肯定会套现一部分的 所以说秘密换就不要谈信仰的 所以说你如果想去做一个短线去操作的话 还是比较危险的 然后23小时前的这个信用 有必要说一下 就BTC的最大单日流出超过15亿美元 那应该是一个机构 在做一些抄底 就是通过ODC 然后从交易所转到他的一些钱包 因为这么大量的这个买单肯定 基本上不是散户 因为散户不可能这么集中的买单 大概率是一些财团 或者说是一些机构 然后其他的所有的这些指标都是 Elemental Research向币安转了4000多万的USDC 那从4000多万的稳定币转到币安 那肯定是去抄底的 大概率也是去买以太坊的 然后再就是这个以太坊合并之后的这个统计 整个网络能耗降低到99.99 这个无庸置疑 不需要很明显 因为根本没人挖矿 所以说降低99.99% 这个是很明显的 再说一下 近期的可能会做一个空头的教室 就是公链C 它已经明确表示代币的供应量1% 会分配给基尼测试网 现在是在它的CX第四阶段的 一个测试网的一个交互的奖励的阶段 它有设计比较丰富的 这个阶段我们是有个大佬分享的 第四个阶段的话是倾向于散户去撸 而不是科学家 因为这个阶段的交互会比较复杂 去写脚本是比较难的 所以说比较适合个人用户去交互 交互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可以推荐朋友注册 或者说你创建一个合约 让人家去结算 最多的是大家能够参与的是在这个Vortex上面去做一些下单的 或者说跨链的一些交互 而且这个交互呢基本上是没有直接的投入的 就是你要通过一些以太坊的测试币去做交互 那也是属于一个你录的项目 然后录完了之后呢 再去填这个表 那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直接开始动起来了 如果搞不好明白的话 可能我就去看热不热度 热度怎么样 热度高的话我就做个教程 手把手的交 差不多就这样子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资讯的部分 最终高线资讯的朋友 你们看这部分内容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社区做一个Q&A的自由交流的环节 那我们聊一聊这个行情的这个翻转 到底有没有机会 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研究一下 OK先跟社区的人打个招呼 我们这个调研已经结束了 然后开播之前我问了一个问题 以太坊这次是要冲两斤刀吗 67%的人投了yes 33%能表示就是反弹一下 基本上是达成一致的 看一下大佬的右言 PeaceCon薛定谷 ZZZTT 画面不错 OK Ryan在 你哥 Hello你哥 YZ说 团长你晚上好 你抄你的时间把握我的真棒 我承认有堵的成分 其实这个宏观的这些东西的转向 就算不这么精确的话 大概也猜得出来吧 大部分人都能够分析出来 一个八九不离十吧 那么精确的我也比较惊讶 我可能就是那天脑子有点冲动 就赶上了 你要知道我很多时候没抄在脸上的时候也有吗 所以说我们不搞那一套 不搞信任者偏差 正好这一次我比较高调 之前的瞎抄的时候多了去了 普通观众说狗子快翻倍了 肯定要出货 对十美分这个位置的话 肯定是有很大的阻力的 一些持币大户肯定是要户你的 因为被很多人被套了很久了 这一次有反弹的话 毕竟不是牛是吗 有抓住反弹肯定很多人是要跑的 虽然这几天有增量资金 但是增量资金的体量并不大 现在是过了一万亿美金嘛 这几天有应该有几百亿的资金进来 但是不足以改变基本的这个行情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对你跟说一对到2000还是要谨慎 毕竟是熊市 因为很多外部的因素是没有解除的 我今天发了一个推啊 有感而发 就是我脑子里面的 对这些接下来走势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描述这些事件 我觉得是对金融市场或者加密市场 都是最核心的一些事件 近期的话 你可以看到马斯克收购推特 短期有叙事 推特会变成一个更加轻加密的平台 同时最近英国首相 那个首相是非常轻加密的 所以说最大的社交媒体 我觉得变成一个轻加密的平台 是非常好的 马斯克本人对加密的态度呢 至少比特币这种是比较支持的 对web3的叙事的话 他是看着比较冷静的 他比较偏工程师的思维 他也觉得这个技术不成熟 同时呢 然后币安的话 对推特在加密web3这块的建设也有参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这个行业终于就有机会去做出一些影响整个互联网的一些事情 那这一点的话肯定是我是对CC他们的团队是比较乐观的觉得他们肯定能做点东西出来的 那马斯克说过之后呢 他的就是新冠33把火 大刀阔斧的改革 对吧 开掉了CEO CFO那一套班子 还有一些那个 然后同时呢 那个董王也回归了 特朗普前美国总统 然后马上被解禁了 人家还跟马斯克说感谢他 那我觉得特朗普回归推特的话 会对舆论政治已经很多东西都会有渐渐的影响的 现在民主党的势力可以说是非常弱 这一次的话无疑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那美国遭遇的外部外部压力这些都是他内部的 内部的特别是马斯克收购推特这个事情是对美国政治是有影响的 因为马斯克是在因为现阶段的美国的社会媒体都是偏极左 越来越偏极左 那马斯克的回归的话可能是至少在推特这个平台 这个社交社会舆论极其有影响的这个平台 会把他的舆论拉上一个靠那个bipartisan 就是偏两党的那种比较neutral的那个状态 这是内部的一个变化 再就是美国的外部变化 一个是沙特这个小利减产 埃及和脱供美元明显是大不听话 最重要的是11月份的德国总理访华 如果这个访华成功的话 有可能就会这个世界的格局就正式形成了 就是美国现在专心对付现在是俄乌战争这一块在焦灼 焦灼着只要俄罗斯扛住了 那至少是保持这个状态 那同时的美国这些小弟啊 就是现在就是趁你病要你命对吧 沙特减产不定化 就是想用通胀 通胀就是逼死美国 明显是对着来 然后埃及呢也开始脱钩美元 然后同时呢 德国对吧 欧洲它最大的小弟 也开始跟中国来回勾搭 那美国内部的压力呢 包括这马斯克 这些就是内部的挖墙 内部一些动作 那最大的压力来自于11月的中期选举 通胀依然压不下来 那么美股又跌成这样子 持续 所以说他们在制造一个加息软化的这样一个预期 接下来两个月 所以说这些汇总的压力会导致结乱 就是导致美联储加息的压力到临界点 所以我是绝对不相信说什么美联储不为政治服务的 这种话是狗屁啊 老子一个字度性 肯定是为政治服务的 那美联储的这些官员的话 他肯定是要服务于背后的一些政治势力才 是吧 这些大资本的利益 那核心呢 11月肯定是这个不能失去权力嘛 中期选举 你不能失去对国会的控制 那如果你继续加息的话 股市非常难看 对你的选举非常不利 那最终会导致这两个月 肯定是加息的任励度肯定要软化下来 这个态度 鹰派的态度肯定要软化下来 那最终的这一切会导致 那就评论区留下了一个答案 我们试试汤说 董王重回白宫 英国破产 举全国之力发展加密货币 超强牛市回归 团长顺利all in 提提911 大整直播间走向人生巅峰 代言YouTube四年后参选周议员 周议长 大战董王入主白宫 后面就是爽文都不敢这么写 我觉得 走上巅峰这一段 我觉得还不用代言YouTube 我就觉得 前半段就OK了 后面就太魔幻了 好吧 所以说以上的话 是我对接下来这两个月的一些 重大转变的一个分析 基于这些汇总在一起 在对我对加密行业了解 所以说我就做了那样的决策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正好你刚刚问的 马斯克是亲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马斯克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马斯克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 马斯克是这么说的 在那个表格上面 就是这边是极左 这边是极右 在中间对不对 马斯克那话说很有意思 他说我喜欢左派中偏右的那一派 然后再加上右派中偏左派的那一派 他意思说他就喜欢中间这一段 就是他不喜欢民主党那么激进的 左派那种叙事方式 他是比较务实的 都要解决问题 但是同时又拥抱新能源 搞科技改革 但是在意识形态上面 又不想像左派那样那么激进 搞什么各种LGBQT那些 每天搞些有的没的 类似于这样子 他是一个比较务实的 就是偏bipartisan 就两档两档派吧 陆五成说0.57买的大狗 可以啊翻倍了 翻倍了 剩下就看你止盈吧 止盈还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阶段很纠结 是吧 你到一到一到十美分之后 你到底是止盈 对吧 赚一倍 爽一把跑 还说你担心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动作 Dogecoin会起飞 会拉个好几倍 这个时候就考虑你了 Dogecoin说特朗普会回来的 但不会马上 估计要等一个七级 那肯定的 他现在打高尔夫也挺好 肯定在等一个七级的 隆炮说现在美国在战争状态 我觉得美国离国内的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已经非常近了 大规模战争不会啊 因为美国的建制派 或者说真正控制美国呢 还是有能力把美国暂时稳住的 但是美国两边的极端势力发生 接近常规军事战争的冲突 已经非常近了 因为常规的暴力事件 这个已经发生很多次了 美国其实你可以把它比喻为 基本上处在一个 接入到一个战争前期的摩擦了 就好像两帮 两帮人 你看黑帮片对吧 两帮人正式火拼之前 还没有进入大战 这一步很远 但是两边的小弟时不时的 在那个宵夜滩上面打起来啊 你今天捅死我一个小牛 我明天铅了一个场子 然后我今天越界 就把把你这个场子扫了 你明天又跑到我家里面 把我这个地方的大哥给捅了 已经基本上已经到这个状态了 只是说没有全面 先桌子干 但是时不时的 你搞我 你撞死我个人啊 我拿几把枪 突突突你啊 以基本上分裂的程度 已经到这儿 而且美国的左右派的 很多的价值观的东西 或者说势力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矛盾 已经不可调和 调和不了了 已经分裂成这样子 而且你这国家 本身自己有问题 如果说美国的美元 美元 然后军事外交 经济各方面都很强 对吧 你家大业大 这个内部的矛盾 内部的矛盾 就是小打小打 无所谓嘛 日子好过 但是现在如果通胶下不来 然后各种问题没有解决 然后外部的危机又这么大 现在又有俄乌战争 这种的话就搞不定 就搞不定 自己太虚弱了 其实拜登是一个 拜登可以看作为是美国的一个完美化身 你看年轻时代拜登多么意气风发 那个思维敏捷性 又是偏鹰派 对吧 能言善变 精力旺盛 高大帅气 一个白人男性 你看到现在就是 对吧 已经到暮年了 开始说胡话 虽然拜登本人 你看他还是那么高大 头发竖的 嘴亮嘴亮 感觉是一个很精明的老头子 但是真的 那个整个心肺功能 那个整个人 就感觉他真的扛不住了 真的扛不住了 已经就是要睡觉 说胡话 等等 如果他在战争期间挂的话 就可能还会产生其他黑天鹅事件 龙普普说战争期间 货币不是一路下滑 就像俄罗国一样很强 对啊 最终你要靠 你要锚令什么 俄罗斯是本身就有石油 所以说卢布就是有购买力 但是如果拜登挂了的话 debuff上来那个副总统 肯定会发起意识形态的战争 会变得非常激进 因为他就是很激进的人 那对保守党 对共和党会有非常大的挑战 共和党人会强力的反弹 现在已经反弹 到时候那个就会发生什么 就很难说了 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就骑墙 那他只能骑墙 他没办法投铁 他家大业大 生意那么大 你要他对吧 龙玉说行情是不是要反转 我觉得会 我觉得美联储玩不下去了 就是大家想着说 到明年开始再转向 加息玩 或者说 因为市场不需要等到 加息的动作完全停下来 再开始启动行情 就是这个节奏是会 每个赛道 不同的资产在不同的赛道 那加密资产 在风险资产这个赛道 我们抢跑肯定是最快的 肯定是肯定会抢跑的 那如果说美联储最终会完成加息 不在家了 那么从歌派转音派 他完成这个动作 比如说是到明年三月 但是 这个预期肯定在十一月份 大家就大家就知道了 就知道他三月份就会转歌 只要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转歌就好了 即使是那个正式转歌的行动完成 是在明年三月份或者五月份 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果 那可能市场的变化 那就是十一月份就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 有可能就开始启动了 所以说 行情的启动 他永远不是 要等到所有的信号都落地 大家都知道了 所有的信号们 也在说 这行情要转了 要进入大方水的时代了 对不对 就进入定期时代 你刷抖音那种三牛财经博主都在喊 肯定不是到那个时候 就行情启动肯定是早于这种三牛博主 喊美联储转英 最起码是要早他两到三个月了 对 胡佳洋说 加文和降息不是一回事 对 不是一回事 我是讲预期 我讲预期 我刚刚说的这个 我不知道我描述清楚 没有 不同的资产的种类 他对这个周期的反应 预期是不一样的 可以通过视频下方 链接加入我们disco 关注我推特 爱加米修加米就看加米新团上帮摸鱼 就看加米新团的直播